人有人性,股有股性 其实股性它反映的也是人性 只不过它反映的是操盘手 它的一个个性 大家应该也都听说过 股性好,它才会上涨 对不对 那么什么样的股票 我们才可以称为它的股性是好的呢 大家好,我是老胡 新年老朋友点赞加关注 老朋友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 到底什么是股性 股性它就是这个股票 它的一个特性 往深了说,其实就是这个股票 它的一个大资金的操作者 就是这个操盘手 它在这样一个股票上 留下的历史操盘痕迹 股性其实它代表的是主力的一个性格 有的操作起来就是气推万里如虎 大洋直接拔地而起 直接就是强势的拉伸 而有的则是大洋拔起之后 又会调整上几天 这些都是股票的一个股性 有的股票经常出一些中阴线 一调整就是几天 还有的股票上涨三阳加一阴 对吧 有的股票创了新高之后 马上就开始回调等等 统统都是股性的表现 所以说呢 我们在操作一只股票之前 要了解它的一个特性 要顺着这个特性去操作 而不是说不管不顾 就是要买 就是要卖 那样的话我们经常会踏错节奏 另外股性的表现 在近期会不会有涨停 跌停等等 还是说它就是小阴 小阳的走势 都是可以看过往一段时间的走势 然后去推测它以后的一个走势的 通常情况下 大阳线多 大阴线少 原则上这种股票 那么它的性价比就会比较高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一涨而难跌 不考虑其他的因素 就单从股性上去分析 就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通常来讲呢 好的股性 它才是我们要选择交易的一个标的 而坏的股性 就可以直接放弃 老胡在这里给大家讲的 都是大的逻辑 具体的分析 大家来看一下我的文章 只有胡帮主这三个字 才是真的老胡 请认准这样一个头像 好了我们看一下 关于股性的几点认知 大家一定要注意去听 知道了这几点认知 那么我们就知道了什么是好的股性 第一点呢 其实并不是说所有的股票 它都具备一个鲜明的特性 就像人一样 有的人活泼 有的人比较沉闷 有的外向 而有的则内向 股票也是一样的 有的股票比较活跃 有的比较沉闷 有的股票它的走势就特别的有规律 比如说在底部的时候 在筑底的时候 可以看到明显的波段 在拉升的时候 可以沿着五天线 沿着十天线 或者是沿着二十天线往上攻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它明显的一个上涨和下跌的趋势 但是有的股票 它的趋势就很不明显 就比如这样的股票一样 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拉升 它可能在这里猛然来了一个拉升 在这里依然也是猛然再拉一下 而且我们也不知道 它什么时候会下跌 大家可以看一下 拉起来直接就砸了下来 而且砸的还比较深 是连砸几天 还有的时候是当天撞上去 然后当天就回落 第二天直接来一个低开门杀 所以说对这种不具备特别鲜明特性的个股 我们都没法去操作 找不到它的买点 也看不到它的任何卖点 浑身上下都长满了矛盾 上影线和下影线都是特别的多 冷不丁的放一下量 而且量能它完全是没有任何的持续性 所以说这样的股票 大家千万不要去碰 第二点 股性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股性它也会随着时间 还有环境去发生变化 比如说这样一个标的 一样哈各位 在这之前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转折点 在这之前 它的前面通通都是非常小的K线 都是一些小影线 小阳线 尸体部分都很小 上影线 下影线 基本上没有 它的整幅 也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保持在两三个点以内 所以说这样的股票 它的股性就是十分的不活跃 成交量极度萎靡 换手率也是非常的低 那么什么时候它的股性才开始变好了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有一个七连板 这七个向上的涨停板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激活这样一个死气沉沉的股票的股性 七个板以后 大家注意看一下 虽有回调 但是在回调的过程当中 下方的成交量是不是比之前要大出了十几倍 甚至是几十倍 所以说经过这七个板以后 它后面的股性才会被彻底的激活 而且下方的成交量一直都是维持一个比较大的状态 所以说它后面才会有一波比较像样的行情 这也就是在这样一个位置经过了筹码充分的换手 基本上所有人的筹码都保持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也就是说所有人的成本都是比较接近的 那么这个时候 这些筹码都是和主力专家的筹码方向是一致的 它才有利于后面的拉升 当然了 这个股票它是已经涨起来了 如果说这个股票在激活股性以后 在这样一个横盘整理震荡的位置 如果说它出现了极度的缩量 那么它大概率就拉不起来了 为什么呀各位 好不容易激活了股性 成交量放大了 焦头变得特别的活跃 如果说成交量在逐渐的缩小 那么它的股性又再次回归之前的沉闷状态 筹码和换手都不在明显的变化 所以说呢 它大概率在这样一个位置 那就是主力资金 不想再做一波行情了 所以说成交量才会逐渐的萎靡 而股价逐渐的下跌 变成了一个阴跌的走势 个股的股性又变回之前的沉闷状态 第三点呢 就是股性活跃与不活跃 这有一个小的技巧 在通常情况下 一些小盘股 它比大盘股要活跃很多 有题材的个股 比无题材的个股要活跃很多 这是一个小技巧吧 当然了 它并不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它只适合大部分的股票 第四呢 就是有的股票 它受大盘波动的影响比较小 有的股票 它受大盘波动的影响比较大 而且呢 大部分股票 它受大盘的影响的波动 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 我们手中所拿的股 到底是强势股还是弱势股 你可以跟大盘的波动 进行一个比较 大盘一下跌 然后你手中的个股 然后跟着也会下杀 那么基本可以断定 你手中的个股不会太强 强势的个股 它永远都是少数的 第五点呢 那就是个股 它是容易涨停 第五点呢 那就是涨停之后 去看一下 它第二天是容易高开 还是说涨停之后 第二天 它不容易高开 这个是不是对于我们做打板的朋友 是十分有利的呀 我们打板的目的是啥 不就是博在第二天的一个溢价吗 所以说 你要是真正想打板的话 一定要看一下 它曾经涨停的时候 它第二天是高开还是低开的 高开的次数 比低开的次数要高出多少倍 这是我们打板的时候要看的一个条件之一 还有一个 那就是拉伸 不容易涨停 容易产生上影线 也就是呢 一些股票 可以把它给拉起来 拉起来以后 风的到涨停满上去 它往后都是一个冲高回落的动作 有时候呢 老后给大家讲 早盘这种冲高自由回落 它多 它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主力的一个试盘 它试一下上方的压力 对不对 还有的股票呢 它拉起来以后 然后在高位横盘震荡一下 然后又开始慢慢回落了 拉高以后 容易产生上影 达不到涨停满上去 这也是一个个股 它的一个股性所在 那么这样的个股 它就不容易走出一个连满的行情 对吧 它即便能走牛 它也是走出一个震荡向上的趋势牛股 性格决定命运 所以说股性不同 那么它的股声也就不同 还有一种那就是拉伸容易 还有拉伸困难 它们两个先做一个比较 有的股票刚一拉伸 直接就有抛压 它就很难拉起来 这种股票呢 它往往是刚刚经历了一波上涨 在顶部刚刚下跌的时候 即便是冲高 也很难冲上去 刚打到一个阻力位 直接一抛压就出来 根本就冲不上去 这也是它的一个股性所在 当然了 那这样一个个股 等它跌到底部的时候 那么它的股性是不是就发生变化了各位 所以说呢 这个股性也要看一下它所在的一个位置 用同一个位置去跟同一个位置的股性相比较 才有意义 好了各位 我是老胡 短线交易顺势而为 我们下期再见